歐洲國家盃足球賽冠軍戰 義大利和英格蘭在正規賽 加上原長賽以1比1踢合 最後義大利在PK大戰中勝出 一三比二金錢打敗了英格蘭 義大利是睽回了五十三年 再度捧起對史上 第二座歐國盃的冠軍競盃 一九九六年 英格蘭歐國盃主題曲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成為英格蘭接下來出征大賽的口號 本屆歐洲盃國家足球賽 英格蘭一路殺進決賽 在自家主場溫布里球場要迎戰義大利 開賽第117秒 英格蘭就閃電進球 卸下歐國盃冠軍賽史上最快進球記錄 球迷興奮慶祝 因為距離一九六六年 英格蘭上一次拿到世界盃冠軍 已經等了五十五年 義大利並不氣餒 在比賽第六十七分鐘 利用腳球攻勢破門 將戰局扳平 兩隊以一比一的比數 一路踢進PK大戰 前三輪踢完二比二平手 義大利門將連續撲就兩球 幫助義大利最後以三比二獲勝 落敗的英格蘭球迷失望之情 寫在臉上 至於義大利球迷興奮的又叫又跳 還有人高唱足球回到羅馬 這是義大利睽違五十三年後再捧歐國盃冠軍金盃 也是兩千零六年世界盃後再度奪冠 義大利還創下十五連勝對死新紀錄 還連續三十四球不敗 落敗的英格蘭則是連續七度在PK大戰中輸球 球迷只能展望明年世界盃 義大利門將 在PK大戰中連續撲就兩球賽後獲選為本屆 歐國盃最佳球員 至於葡萄牙球星C羅 則以五進球一助攻首度拿下歐國盃金薛獎 公司新聞政委任編譯